美国布莱登博士讲得好 如果人类真的觉悟了 从今天起 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气握扬善 该血归正 端正心念 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 这个世界可以恢复安定和谐 但是地球的居民能做得到吗 我们要求别人做不到的 没有权利要求别人 我们听到了觉得这个话是对的 是正确的 要求自己做到 我们修佛的同学 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法门 难得了 真难得了 我们把我们的方向目标定在基督世界 一行一役求生净土 在这个世界 和一天 我们也以慈悲心帮助大家一天 我们用什么帮助 用我们真正修持功德的帮助 我们成心成义 将功德回向给他 真棒的上方 研究现在这个念力 这新兴的科学 波莱登也是其中一员 非常著名的 念力功德不够死 回向功德不够死 回向完全看你的心 你的心 心心 纯净纯善 那个力量很大 你在修学上 有怀疑 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明文利 没完全放下 那么对你修行的功德 会打折扣 不是没有功德 有 不愿门 真一说物了 就真放下了 一天时间 都不要浪费 我澳洲的会议结束之后 我马上就回来了 回来干什么 恢复我正常的功夫 我每天读金 跟大家在一起分享 告诉大家 告诉每一个宗教里面的朋友 宗教教育 非常重要 宗教教育 是人生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训 遵从的教化 人在世纪 一天不能缺少的 我们不认识 那就不说了 认识之后 就有使命 就有责任 要来宣扬 让大家都能够认知 都能够认真学习 带给自己 深意性快乐 人生最高的享受 带给你家庭 幸福美满 带给你的四亿 顺利成功 带给社会和谐 带给国家安定 带给世界和平 有什么不好啊 今天社会的动论 大家这么苦 就是因为我们疏忽了 不认识他 把他放弃掉了 才遭这么大的灾难 这国保险前 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 说的好话 不听老人言 只亏在眼前 现在我们不要老人 不听老人的 灾难陷阱了 这句话应验了 兑现了 不是假话 你以为老人没智慧 你根本不认识老人 自己供告我们 自以为是 灾难临头 看你有什么方法 能解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出席 都能解决 我 稍微 稍微 你 o